11月6日,由法国当代艺术家协会、北京市慈善协会主办的第三届法国当代艺术展 即中法当代艺术交流展在北京澳加美术馆举行 法国美术家协会主席雷米艾红、清现实主义主席奥利维 法国博雅文化艺术协会主席叶星谦等13位参展艺术家和北京市慈善协会会长王长莲 北京市慈善协会常务副会长雷战权、朱荣先 著名艺术演员李宥斌等嘉宾出席了本次开幕式 作为东西方美术交流的使者和桥梁 法国当代艺术展一先后于2009年和2010年成功举办了两届 本届艺术展的主题为学术与交流 艺术展期间,活跃在欧洲的比利时艺术家雷妮·马格丽特 法国美术家协会主席雷米·艾红 法国新现代主义沙龙主席奥利维 著名华裔法国画家赵无极 法国博雅文化艺术协会主席叶星迁的四十幅视觉艺术作品 以及周韶华、卓赫军、沈丽、张燕根、李威、张旭辰、王延军、郑红、白云等 二十位中国画坛当代艺术家作品悉数登场 为广大艺术爱好者和市民带来了一场空前的视觉盛宴 我们这次没有想到要做一个风格 我们想所有的表现能战的 有的是很出现的 有的是比较有形状的 这次法国跟中国的艺术家 有的艺术家是被亚洲的印象看得出来 比如说那个Anne Moser的画 如果你看了 你就发现它是用木画的 有的是中国艺术家也是受了西方的影响了 也是有画的 我是作为中方的艺术家代表 应邀来参加这个中法艺术家的一个交流展 我很高兴艺术能够为社会做些贡献 比如今天的慈善拍卖这个活动 我非常的乐意和积极参与这样的活动 本次活动的另一大亮点 是为了向在721特大自然灾难中受灾的群众 表示最真切的关心与帮助 开幕式结束后 举办了慈善拍卖会 部分中外艺术家作品 由北京一家六拍卖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拍卖 拍卖所得的20%作为上款捐献给北京市慈善协会 用于灾区灾后的重建工作 它很有意义 它的一个首先是中法两国的艺术的交流 中法文化的交流 我想这个促进两国的交往是很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这次他们展览的部分作品 将要拿出一部分来捐赠给北京慈善协会 来帮助那些因为灾害受到很大困难的群众 所以这点来讲应该说是这次活动的一个亮点 було好 谢谢 谢谢 谢谢